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5月14日表示 自上周晚些时候边境入境规则发生变化以来 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减少了近一半 他说在规则改变之前 每天大约有一万名移民越过边境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很快被驱逐出境 但边境人员在周五和周六只分别遇到了6300人和4200人 尽管如此 移民官员表示 还有数千人在墨西哥北部扎营 并可能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试图进入美国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无政客留在墨西哥的移民 试图利用新的政府应用程式预约申请庇护 而非冒着巨大的罚则风险非法入境 此新上路的移民机制法律基础脆弱 且遭受来自左右两派的政治攻击 民主党议员认为 限制寻求庇护的难民数量并不人道 而共和党议员也不满此政策 认为这项政策过于松散 且持续让不该待在美国的人入境 马约卡斯将迄今为止 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减少原因归于美国边境未开放的警告 以及通过在美国提交庇护文件进入美国的合法但耗时的方式 尽管相对较少的移民最终能够获得批准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5月15日启程访问乌克兰 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城市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乌克兰将是李辉此行的首站 李辉是自去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访问乌克兰的最高层级中国官员 此行预计出访乌克兰 波兰 法国 德国和俄罗斯五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下旬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首度通话 习近平称 中国的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因此将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中国更关注在赢得和平 而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谁赢得战争 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 奥巴马政府的国安会亚洲高级主任何瑞恩说 他认为 中国希望在乌克兰重建 以及欧洲复苏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并且在未来欧洲安全的框架上有发言权 另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访问德国 他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一起发表讲话时说 乌克兰不会攻击俄罗斯领土 但要准备反攻 夺回所有被占领地区 包括莫斯科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这一目标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达成 舒尔茨说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5月15日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和其最大竞争对手 科勒奇达尔奥卢 在土耳其总统大选中的得票均为过半 在统计完96.9%的投票箱后 埃尔多安获得的选票为49.6% 科勒奇达尔奥卢为44.6% 正式计票结果预计在5月19日 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 两人将在5月28日进行二轮投票 预发两极分化的总统竞选重创了土耳其市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指数下跌6.38%后 触发熔断 土耳其五年期CDS 创3月21日以来最大涨幅 欧盟监管机构5月15日批准了微软 以690亿美元收购游戏公司动视暴雪的提议 欧盟委员会表示 微软在新兴的云游戏领域提供了补救措施 避免了监管机构的反垄断担忧 补救措施的重点是 允许用户在任何云流媒体平台上 传输他们购买的动视暴雪游戏 随后 英国最高监管机构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 英国坚持自己的反对决定 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 对微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消息出来后 动视暴雪的股价盘中拉涨约1% 微软股价也小幅上涨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